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8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我们的新频道时光故事第16期节目 刚刚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说的是 隐藏在清明上河图的惊人秘密 画中的814个人物都有名有姓 当中还有一个帅气的外卖小哥 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和分享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由于今明两年是中共的政治年 二十大将在明年秋季召开 从去年开始 各级地方官员已经进入万界高峰期 各派势力都在为二十大卡位 最新消息 曾要求武汉人感恩总书记的 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 出任湖北代理省长 湖北省人大最新会议 5月7日确定这一消息 同时 该会议接受身体欠佳的 原省长王小冬请辞要求 同天也传出 除了王忠林 中南海刚刚进行了 又一轮省部级人员的人事布局 当中 除了王小冬 一名习家军成员 可能退位也令人关注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网报道称 王忠林的人事调整 据信与4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的会议有关 当时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同其他领导人 寻力讨论了其他事项 另据广媒《明报》报道称 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人事变动 除确定的王忠林外 还可能有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 被指接掌国家发改委 另外 就在5月7日 王小冬辞去湖北省长职务当天 其大秘湖北省政府前秘书长别必凶 涉嫌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被起诉 值得注意的是 若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接掌中共国家发改委属时 或意味着现任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将退居二线 何立峰是广东新宁人 曾长期在福建任职 是习近平在福建时的旧部 外界视为习的亲信 何立峰2017年2月任发改委主任 次年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 目前 习近平正从中央到地方进行人事布局 安插清晰 作为习家军的议员 届时何立峰是退位还是调职 还有待观察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日益迫近 截至去年年底 中共至少有十余省份的省级党政一把手出现人事调整 今年3月31日到4月1日 两天之内再有七省的高层调整 有十名高官上位 有评论指出 中南海最近的一连串人事异动 令人眼花缭乱 既有升迁 提前卡位 亦有为他人腾位的安排 以尹鸿接任甘肃省委书记为例 虽然由第二把手变成第一把手 但尹鸿的调动实为名声暗将 为他人腾位 尤其是尹鸿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期间 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大秘 还有消息称 下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 至少有李强和丁薛祥这两名习的大秘 据美国之音此前援引加拿大军事评论人士 平可夫的爆料 北京现在的政治气氛是非常诡异的 情报显示 在北京中央一级的官员下发了文件 不能讨论二十大的问题 就是不要妄议二十大 封口封到了内府外府 中央委员 不及干部 此举恰体现出习近平缺乏自信 而且没有能力和办法完全掌控中共 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政治局 中共海关组署公布四月份 中国进口同比增长43.1% 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速 日本媒体分析称 中国进口额大幅增长 除了疫情后的经济助阵外 其实还暴露出对海外商品的依赖 包括芯片、铁框石、大豆等等 数据显示中国四月芯片进口额及数量暴增20% 铁框石需求更是狂飙 增幅比去年同期多90% 大豆增幅也达50% 中共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显示 在芯片短缺下 中共始终忧心被卡脖子 在海外市场狂扫芯片 今年3月 中国进口较去年同期成长38.1% 就因电子产品进口暴增所致 今年1至4月 中国电子产品进口累计年增幅达30.8% 这样的成长幅度已经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日经新闻以数据分析 由于华为遭美国制裁 在全球芯片荒极经济复苏带动需求之下 中共开始在海外纳局抢购芯片及半导体设备 4月份芯片进口额及数量双双成长20%以上 另一项商品进口量也值得关注 就是铁矿石 尽管中澳关系降至冰点 但中国对澳洲铁矿石的依赖相当深 去年有60%的铁矿石及金矿是从澳洲进口 今年4月 中国铁矿石和金矿达到进口 更是大幅增长90%之多 预计至少有50%来自澳洲 值得注意的是 本周5月6日 北京高调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 中国铁矿石价格随后应声大涨 超过每吨200美元 分析认为 北京根本无法摆脱对澳洲铁矿石的依赖 至于中国4月份大豆的进口 按价值计算也暴增了50% 预估有一半以上的大豆是从美国进口 汽车和底盘类别的进口更是增长两倍以上 化妆品和洗衣用品的进口增长30% 报道指出中国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仍无法与10年前的2011年相提并论 2020年中国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所得 仅增长了3.5% 远低于2011年的14% 因此一旦企业决定转嫁进口成本 消费者和下游公司可能会遭受损失 有网友表示通过这些数据 就能一眼看出强国要害在这儿 从高科技产品到原材料再到粮食 强国真是样样都缺 北京当局如今正急于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站稳脚跟 计划在太平洋属于基里巴斯的坎顿岛上 重建一条美军废弃的飞机跑道和桥梁 显示中共进一步立足太平洋 这对未来的中美争霸极具战略意义 法国世界报文章指出 太平洋上的岛国基里巴斯虽然人口只有12万人 但是全球最大的专属经济海域之一 覆盖超过350万平方公里的太平洋 而坎顿岛处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中间 距离夏威夷美军基地西南方3000公里 在坎顿岛的任何重大设施都将成为中共提供据点 使其深入二战以来 一直与美国及其盟国保持紧密关系的地区 路透社5月5日引述 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相关议员披露 中共已制定计划升级当地坎顿岛上的 简易机场和桥梁 以恢复二战期间曾驻扎军用飞机的基地 这项计划目前尚未公开 文章写道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 美国还利用该岛进行太空格导弹追踪 如今坎顿岛只用于紧急情况 一旦升级现有跑道 其长度足以支持部署战斗机 如果进一步升级延伸 还足以支持部署大型运输机和海上巡逻飞机等 分析指出 基里巴斯和所罗门在与台湾断交后 从2019年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加入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计划 此前同样的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 要在中共资助下新建军用港口引发巨大争议 目前计划暂停 报道原因 因法国退役军官中共海军问题专家修格尤德林的分析 中共投资其他国家的港口 一方面出于经贸考量 另一方面是军事考量 航空母舰巡回 需要港口停靠 需要飞机支援 在基里巴斯修建港口 坎顿岛上重建美军废弃的飞机跑道和桥梁都是这个目的 正在中国陷入舆论漩涡的特斯拉汽车再出意外 7日广东韶关一辆特斯拉车追尾导致车主当场身亡 陆媒引述消息称 死者可能是韶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康志坚 据官方平安韶关微博消息 当地时间5月7日12点 一辆小型货车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至 珍江区五里亭凤凰路时 被一辆小型轿车追尾碰撞 造成小型轿车驾驶人当场死亡 网传视频显示 一辆特斯拉轿车在一市区公路上高速行驶 突然像炮弹一样撞向前方的一辆货车 轿车钻进货车车底 驾驶座彻底撞毁 路美报道说 该车祸发生在广东省韶关市 事故造成特斯拉驾驶员当场身亡 据网传消息 死者为韶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康志坚 已退休多年 5月8日 韶关市公安局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回应称 以官方通报为准 对于死者的身份没有证实或证委 当地殡仪馆工作人员随后证实 该殡仪馆确实收到一名因车祸致死的死者 名字就叫做康志坚 60多岁 目前有关康志坚车祸的消息 已经登上微博热搜 不少网友对事件提出质疑说 看现场录像中 特斯拉的表现完全是一副 急着自我了断的样子 很费解 不知道车主经历了什么 感觉特斯拉真的是被买了通搞狂黑 别的车出问题事故都是驾驶问题 只有特斯拉出事一定是车的问题 车祸天天有 特斯拉出事就被无限抵制 动了谁的瓜呢 近几个月来 中共以举国体制主导了一系列打压美国特斯拉公司中国业务的运动 其中以河南张姓女子大闹特斯拉郑州专卖店和上海车展特斯拉展位为先导 一时间令特斯拉遭遇到商业以外的困境 并成了小粉红心的 攻击对象 就在5月6日河南张姓女子的丈夫跟进起诉特斯拉副总裁 并扬言要整就整个连续句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